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每個成立的時間到今天大概有15年了 它是成立在1995年 然後也是從就是做家具店 從每個家是這樣子 一開始我們是打這個Logo開始的 然後後期我們才有品牌專賣店 從Mustrine再開始這樣 除了Mustrine這個牌子之外 事實上我們還有代理那個 義大利的一個很有名的餐桌禮牌子 叫做Carticles 前年開始評估 然後之後後續有再代理一個 也是德國的牌子叫Domisail 然後另外一個HTL的沙發品牌 我們母公司那邊有這樣的機會 那我們去接觸到Domisail這個牌子 然後還有HTL 那我們覺得整體來說 也是我們評估之後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也很適合推薦給我們一直以來 很多支持我們的朋友這樣 所以我們就考慮把它引進進來 然後在去年開始成立轉賣店 Domisail這個牌子 我覺得它很特別 它是成立在1978年 事實上它跟很多大品牌來講 它並不是一個說非常非常 比如說上百年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只能說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有概念的牌子 所以在他們在後期來講的話 它就在大概在三四年前吧 他們就開始創立了一個新的系列 叫做是Design Collection這樣子 它就是主打的就是它有設計師這一塊 比如說像Hans Hofer或是Vancent 是我們現在比較主力的 當然陸續它還是有在規劃 跟一些不同的設計師 可能東方的也有日本設計師 或者是德國還是義大利那邊都有 但是現在目前比較主力的 只有Vancenten跟Hans Hofer HTL這個牌子 我覺得它還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它是一個很大的皮殼製造工廠 然後它就是代工路線 那到現在大概也有1975年開始到現在 大概有30多年 它算是在亞洲地區來講 第一個引進德國工藝的一個工廠 我們常常就是在講說 這個牌子我們要給它一個怎麼樣子的定位 我覺得應該就是什麼 所謂的Easy Have Easy Buy 就是你可以輕鬆的擁有 然後可以輕鬆的買 這一款其實它的設計師就是那個Hans Hofer 這種切割的方式 很多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切割的商品 或者是設計 可是像比如說從比例上來說 或者是內裝上的使用上 我覺得就是它的細節上的不一樣 比方說好 那可能它的比如說這邊 它也可以有調整的功能 然後背靠這邊也可以 那事實上當你在家裡的時候 把功能弄上來的時候 這邊又是一個你可以取在裡面的一個空間 那我覺得在使用上就是很個人 你可以很有創意 你有時候可以在家裡玩拼圖 你可能不能出去玩 可是自己就在自己家玩自己的DECO 因為就算是說中間這一個好了 它旁邊一樣是有收復 那你把它當成一個單人椅 你把它很開心地搬到你自己的臥房 或是書房 它還是可以這樣子的陳列方式 HTL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很像剛剛說的就是 它是Easy Have Easy Buy 那想要帶給僑費者的是 會希望說如果想要有那種 比如說精品沙發 或者是品牌沙發的那樣子的質感 或者是舒適度的話 它只要可以用很比較輕鬆的價錢 它就可以擁有它 就很像是所有品牌的入門款的一樣 那造型上來講的話 它其實有很多的細節部分 比如說有那個這種弧形的線條 然後比如說側邊或是什麼 就是這些細節上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還滿耐看的 就是你不會去讓人家覺得很膩的 一個外型的設計 如果說從趨勢上來說 我覺得現在是越來越強調 整個的舒適度還有它的機能性 因為事實上現在比如說 不管是宅經濟或者是 就是大部分都是宅在家裡 可以有時間出去玩耍的人 其實越來越少 大家越來越喜歡 花更多的時間窩在家裡面 那所以說我覺得從功能性或機能性 還有包含它整個舒適度上來說 是現在在設計沙發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引進沙發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比方說像這一款沙發來講好了 如果說從視覺上來講 它一樣也是會有具備那種高低倍的效果 做下來之後 做鍵的舒適性 然後你尻上去的時候 你從整個腰背枕到頭這裡 它整個舒適度是很好的 其實像這個款式呢 它就是也是符合HTL它另外一個特性 它就是跟隨整個世界上 它在沙發設計上的朝的趨勢走的一個款式 但是它在背靠的部分的話 它就也是兼具了所謂的 就是很現代感的低倍 你要看到視覺看起來比較舒適的低倍 然後還有你坐下來 會讓你整個舒服的感覺 強化的高倍功能也都有 我覺得其實每隔創立15年以來 它一直很講究的是說 讓客人很安心的消費 那當然如果說 除了說從商品上來講 你可以有點像量身訂做 你可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材質 不管是布的或是皮的 或者是說什麼樣的顏色 以去搭配你家裡面的妝王擺設 這些都是對我們來講 都是一個很基本的 這個商品可以提供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是很總顧客經營這一塊 那一直以來 其實我們都是從這樣子的概念 一直一直去累積 然後到現在 然後我覺得每個 除了商品之外 我們最想要給客人的 就是一種安心消費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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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